炎炎夏日 狐狸猫从冰箱拿了一杯果汁 喝下一大口冰冰凉凉的果汁 过了一会儿 狐狸猫再喝一口时 发现原本冰凉的果汁变成温温的 究竟这段时间 果汁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从外观上 我们或许看不出果汁冷热的差异 但当我们放大放大再放大 你会发现 看似净值的果汁内 其实有不断运动的粒子 粒子运动的情形 会和冷热有关系 现在请你来猜一下 冷或热会如何影响粒子的运动呢 是的 冷热与粒子的运动速度快慢有关 当温度上升时 我们会感觉到比较热 粒子运动则叫快速 当温度下降时 我们会感到比较冷 粒子运动速度也会比较慢 而狐狸猫将果汁从冰箱拿出来的这段时间中 随着温度上升 粒子运动速率逐渐增加 原本冰凉的果汁变成温热的果汁 现在我们知道 冷热与粒子的运动速度快慢 息息相关 不过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这些粒子到底运动得快或慢 每个人对于冷或热的感受也都不一样 就像狐狸猫们在同样的天气出门 离离觉得冷 卖卖却觉得热 这个时候如果想客观地标示冷热的程度 便需要用一个来描述冷热程度的物理量 这个物理量就是温度 有了温度 狐狸猫们就可以用温度的高低来客观描述今天的天气了 不过我们虽然能够感觉到温度的高低 但是我们看不见温度 要怎么测量物体的温度呢 虽然我们看不见温度 但科学家发现物质的某些特性会随着温度发生变化 藉由这样的变化 我们就能制作温度计来测量温度高低 请你想想看 以下哪个特性最有机会制作成温度计 来帮助我们测量温度呢 是的 科学家观察到物质的体积会随温度上升而增加 温度下降而减少 于是 他们在细玻璃管内注入液体并标上刻度 当温度计和高温的物体接触时 玻璃管内的液体受热膨胀而上升 接触低温的物体时 液体收缩使得玻璃管内液面较低 如此一来 就能透过玻璃管内液体的高度来测量所接触物体的温度 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邀请你来想想 最后一起和狐狸猫做个小整理吧 1. 物体的冷热程度与粒子的运动速度快慢有关 物体越热,速度越快 2. 物体的冷热程度称为温度 测量的工具称为温度计 3. 常见的传统温度计是利用物质的体积 热胀冷缩的原理来测量温度 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同的工具 可以帮我们精确地测量温度 像是轻轻一按就能测量体温的耳温腔 是用什么方法测量温度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